大家好,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一部经典武侠电影《新少林武祖》 在新朝康熙年间,民间组织天地会与少林弟子秘密合作,力图反清复明 少林俗家弟子洪西关是其中的一员,他被朝廷视为头号目标 由于同门马尼尔的出卖,洪西关被朝廷的走狗诛杀九族 他只能在杀死马尼尔报仇后,带着儿子洪文定远走天涯 八年后,少林寺方丈获得一藏宝图,宝藏中拥有富可敌国的财富 这无疑那对反清复明是一大助力 为了保护藏宝图不露出朝廷手中,少林方丈把藏宝图分开藏在五个年幼的少林弟子背上 他们被称为少林武祖,方丈计划在大年夜时将武祖送往红花亭 把这幅藏宝图交给天地会总舵主陈济南 武祖之一马超兴是少林俗家弟子,他先行回家等候消息 一天,马超兴与其父马家善在市集 遇见一个卖身藏母的女子红豆 马家善贪毒红豆美色,于是将他买下 而碰巧这时,红西关在被朝廷人马追杀 不清楚状况的马家善因红西关武功高强决定聘请他作为家中护院 而卖身藏母的红豆原来是江湖上出了名的女贼 混入马家就是为了盗取马家善拨圈上的金锁 护院与女贼,红西关与红豆就这样,在马家玩起了兵抓贼的游戏 两人已在斗智斗勇中逐渐产生了感情 不过不久后,藏宝头的消息却突然泄露 大批清兵杀下少林刺 少林方丈被一个驾驶者铁车的冠人所杀 原来,暗算红西关的马宁二并没有死去 他被西域妖僧所救,用百毒枝浸泡全身 变成如今刀枪不住的冠人 而少林五组中,留在少林的死人则通过密道逃马家 与马超兴会合 在马家善与红豆的婚宴上,蜻蜓追兵赶到 他们为了找到少林五组,在婚宴上滥杀无辜 红西关从中得知少林五组的身份及秘密 他决定保护五组顺利杀出 并赶往红花亭寻求天地会庇披护 不过等到来到红花亭后 看起来无功不凡的天地会总舵主沉进来 居然被马宁二杀死 红西关由于身上有伤 只好带着众人逃到一个蜡巷馆中 而这个蜡巷馆馆长也是少林弟子 他与红西关联手对付马宁二 但马宁二因为日夜浸泡毒汁,刀枪不住 一时间红西关毫无办法 不过索性在关键时刻 红文殿发现了马宁二要害 他与红西关两人父子同心 将马宁二打入蜡巷馆的熔炉中 这个刀枪不住的怪人最终也灰飞烟灭 少林五组的秘密也得以保留下去 好了,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欢迎点赞留言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